今年是七七盧沟橋事變80周年 这场事变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80周年 南加侨团今天宣布 将于7月2号在蒙特里公园市 举行特别活动 缅怀先烈 80年前的七七盧沟橋事变 打响中华民族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 以及军队百姓付出了巨大牺牲 全体中华儿女最终取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也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的胜利 乃至世界历史写下重要篇章 八年最终抗战是我们中华民国 玉武战争史上面战役时间最长 战区也最广 然后我们军民死伤人数 牺牲最多的一场战役 但是这场战役当中 我们全民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决心 能够来抵抗外强的侵略 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 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追求自由和平的理想 需要代代相传 也因为海外华人所铭记 我想这个奇迹抗战 我们现在就是说纪念它 主要是我们要缅怀这些 为了这个追求和平 所牺牲的我们的军民同胞们 虽然远在海外 但南加华人抗日战争期间 同样为中国抗战胜利 做出巨大的贡献 为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 南加侨界以及各侨团代表 将于7月2日聚集在蒙特利公园市府前 以献花 放飞和平歌 合唱等多种形式 纪念七七事变 我们特别制作展现了一个 用玫瑰花制作的八十的字样 然后镶嵌在一个盾牌的花圈当中 这个象征着呢 八十年前我们的父辈先烈们 用他们的鲜血来抵御外物 落成十八台记者 宋小云 吕敖 爱尔蒙地市报道